我自横刀向天笑 看完独楼再睡觉 大家好 我是带你八卦历史笑谈百科的不正经导师 丹炼一只花 上一期我们说到了深圳 作为中国的建设奇迹和最早的开荒牛袁庚先生 那么这一集我们继续说说深圳的建设者 参观完华润大厦的当晚 我们去了华润万象天地参观 当晚天气阴沉 偶尔还会飘下几次微雨 我站在这一片临死之彼的高楼大厦之下 努力搜寻着十几年前这个地方的模样 当年我无数次的上下班都要从这路过 在我的记忆库里 二十年前这里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大冲 密集的农民自建房堆叠在一起 狭窄的小街上闪烁着暗红的灯光 无数打工者进进出出 虽然记忆已经模糊 但那昏暗的街灯和街巷里发霉的味道 却依旧在脑海里清晰地记录着 然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 我站在华润万象天地的玻璃窗外 此时此景 却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当年的大冲 有任何关联 小时学成语 怎么也理解不了沧海桑田的含义 今天当沐浴从高楼顶处飘落的阴雨 和商店明亮的灯光中 我终于搞懂了这句成语的真实意味 星移斗转 沧海桑田 但没变的是人 身边来来往往的 依旧是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当时正赶上晚餐时间 无数年轻人匆匆忙忙地从身边走过 看得出来 他们还没结束一天的工作 也许只是下来透透气 吃个饭 或者去参加一个聚会 因为从表情神态上就可以看出 他们或者他们都还没卸下来 都还在忙碌 都还在与生活搏斗 对了 深圳这个城市已经40年了 虽然它已经非常的现代 非常的成熟 但是它依旧和我当年在这时一样 依旧没有卸下来 依旧在忙碌着 搏斗着 飞跑着 在我离开深圳这十年后 尽管这个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但深圳特有的精神没变 袁庚那代人所开创的深圳速度没变 我想这才是深圳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 不断成功的秘诀所在 当年在深圳的建设者中 还流行着一个说法 叫八十年代看罗湖 九十年代看福田 两千年之后看南山 从79年建立特区以来 深圳以每十年一个阶段的步伐 不断开拓城市发展的疆域 这似乎也成了深圳的摩尔定律 然而在2010年之后 这个定律和摩尔定律一样 开始失灵 南山作为城市发展热点 走过十年之后 继续牢牢抓住了时代发展的中心部松手 在南山区 除了之前的蛇口 南游和华侨城之外 又有了后海 前海 有了深港西部通道 有了粤港澳大湾区 这些外部条件 让南山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然而优厚的条件并不能造就卓越的城市 打铁还需自身应 南山之所以成为宇宙副中心 还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 腾讯 华为 大疆 中兴 华大基因 麦瑞医疗 海普瑞 盐湘工控 一众高科技企业 撑起了深圳发展的第四个十年 南山一个区的GDP就达到了6000亿 连续7年排在广东省各区县的第一名 而且如果把南山区放到全国的各大城市来看 GDP总量也超过了厦门 仅次于大连和昆明 是天津市的一半 看到深圳的发展 很多人都会直接想到马太效应 深圳与内地的差距越来越大 是贫富的两极风华 从直观的判断上讲 并没有错 深圳这个才40岁的年轻城市 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领头羊 绝对是马太效应的典型案例 然而 在简单匆忙地下了结论后 却嫌有人去判断 这个效应的内在激励 为什么深圳能够一步一步地持续领先 并在残酷的产业竞争中持续突围 单纯用道德伦理的直觉判断 就无从去解释深圳现象 马太效应是1968年 美国的科技史学专家 罗伯特·莫顿率先提出的 他借用了圣经 新约马太福音书中的 凡有的还要加倍地给他 叫他多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则剩余 说明了强者欲强 弱者欲弱的赢家通吃现象 莫顿教授在解释 形成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 就是今天在深圳身上 反映最典型的累积优势 成就越高就能汇聚更多的资源 反而反推形成更高的成就 这才是深圳成功的内在激励 优美的城市汇聚优秀的人才 优秀的人才推动优势的产业 优势的产业建造优美的城市 缓缓相扣生生不息 深圳就是这样 一个能量不断增加的聚能环 在这个环环相扣中 它开放的吸引了更多的人才 更多的资金 更多的思想不断汇聚 从而形成了核聚变的巨大能量 对比我们其他城市 特别是中国北方 已经出现严重耗散的城市 聚能环才是造就 强者横强的根本原因 说到头 聚能环不是一个物理现象 也不是一纸政策所能推动 它需要用最开放的思想 用最大胆的创新 用最包容的胸怀 用圆耕一带 敢闯 敢拼 敢试的精神 才能营造的城市发展动力引擎 所以当我们羡慕深圳的现状 反思自我的停滞时 我就想问问 深圳的精神 你有吗 阔别深圳十年后 当我在中国环润大厦的观光层上 俯瞰春节体育中心和美丽的深圳湾时 这一切对于一位曾经的深圳建设者来说 说实话 我是陌生的 当年养豪的贪图 如今已经变成一个极富魅力的 现代化海滨城市 我遗憾地错过了这里的建设 也遗憾地错过了深圳最辉煌的十年 但是站在深圳第三高的摩天大厦上 我依旧能感受到深圳湾的建设者 中国华润所带来的巨大力量 对于华润 我是非常熟悉的 有82年历史的华润 一直是殃及的排头兵 华润在2020年财富杂志发布的 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排名第79位 年度营业额947亿美元 总资产高达了16000亿人民币 除了巨大的经济实力 华润作为共和国长子 与生俱来的使命 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开路者 说到华润的历史 必须要知道华润最早的创办者 秦邦里 秦邦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 秦邦县的亲弟弟 当年受陈云同志的委托 用两根金条在上海开办实业 掩护革命红军的地下工作 1938年 廖成志到香港组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 秦邦里就在香港干诺道的冯氏大厦 开办了华润的前身联合行 主要是共产党的抗战事业募资 采购以及掩护人员的往来 到了1947年 联合行的规模已经很庞大了 秦邦里觉得应该为公司起个更响亮 更有意义的名字 于是大家一起动脑筋做头脑风暴 公司最初定的名字叫德润 是总司令朱德和毛泽东主席的 两个名字的缩写 但报上去之后 朱总司令坚决反对把他的名字列上 所以就定名为华润 取中华大地雨露滋润之一 在中国解放战争那几年 香港华润承担起了 中国解放事业的物资供应任务 几乎是解放军打到哪 华润的物资就运到哪 很多刚刚解放的城市 就是靠着华润采购的粮食 棉花 煤炭 机器 来恢复了生产 平移了物价 当时啊 华润作为共产党在香港 最重要的秘密机构 先后讲350多名民主人士 和700多位文化名人 爱国华侨运回了内地 保证了新中国第一届 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如果说49年之前 华润就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 海外物资部和情报站 那么从1952年起 华润就成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当家 最高占到国家外贸30%的份额 作为新中国外贸规则的创始者 华润从50年代建立起中西方业务往来的渠道 1957年发起了广交会 1960年代采购粮食解决了国内的粮荒 还组建了庞大的船队 后来划播给中国远洋运输组公司 使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 改革开放一时 华润就是三来一捕经济形态的创始者 以外资身份 投资 办厂 参股内地的建设 给中国经济的起飞做了榜样 同时 华润还是国家走出去政策的实践者 从80年代开始 就在海外设立地区型公司 将中国产品行销海外 而且在内地开展并购 行业整合 扶持境外上市 做大做强了 华润啤酒 燃气 轮胎等一大批自主型产业 回首华润82年的历史 你会发现 它与革命事业和中国建设密不可分 在每一场战役 每一个关键时期 你都会在第一线看到华润的身影 共和国长子 共和国脊梁 华润的名号绝不是浪得虚名 而是用鲜血和奉献换来的 在深圳发展的第四个十年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攻坚战最艰难的阶段 华润再次出手 在深圳湾这片贪图上 以精卫填海之势 再造起一座标杆型的现代化新城 除了春笋之外 形似春简的深圳湾体育中心 代表着国内商业最高标准的 深圳湾万象城 深圳二手房价格之最的岳府瑞府 以及精品酒店 深圳湾木棉花酒店 深圳湾海边公园等等 这一片新城 华润再度制定了 面向未来的深圳速度和深圳标准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塑造了样板 在深圳湾流连了三天后 我们媒体团一行 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样板房 华润给我们留下的震撼是难以言表的 作为一个依旧是深圳户籍的天津人 这十年来 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我的震撼格外强烈 应该说我遗憾的是 错过了深圳最辉煌的十年 但是欣慰的是 深圳依旧年轻 依旧活力 依旧满电 依旧充满了聚能魂 在离开深圳的路上 从天津来的媒体同仁们 都满带羞涨之心 毕竟天津与深圳的差距 已经呈现出典型的马太效应 在古典主义时代 人们常说的俗语叫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当普朗克和波尔开创了量子力学时代 爱因斯坦给出了著名的智能方程 一等于mc平方 基于传统认知水平的人类 迅速地跨进到了核聚变年代 所以奇迹就不断地上演 深圳这个超级年轻 而又超级发达的城市 就是这人类奇迹的典型代表 在飞回天津的航班上 我反复思考着深圳奇迹的内在动因 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构思 原庚一带拓荒者的开拓奋进 以及华润集团这些中流砥柱的推动和坚持 让深圳成就了历史发展的契机 而更多的人 更多的思想 更多的资源汇聚在一起 才形成了具备强大核动力的聚能环 不是只有电池才叫聚能环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你的不正经导师 丹炼一枝花 每周都会在这带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欢迎您在公屏上留言和吐槽 也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我们独楼的公众号 在这里有着我们更多的思考和爆料 请支持我们 关注点赞投币 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